今天的主題是 細菌 你說我嗎 好像是為你量申請字的 你怎麼知道 那為了配合細菌上生這個主題呢 所以我們要推出的是什麼呢 大蛤蜊 傳說中的大蛤蜊 大蛤蜊 那大蛤蜊到底跟細菌上生 有什麼關係你知道嗎 生命會幫自己找出口 是 那蛤蜊它為了不讓人類吃掉 所以你一直烤它 一直烤它 它就 一直撐住這樣子 對 有一些蛤蜊真的是 你用扒都扒不開的那種 然後想說這個不打開不能吃 就丟掉了 蛤蜊就從這種 你是在演卡通影片嗎 這個演很大就是俗稱細菌 如果演很大 不曉得會不會讓旁邊的人大傻眼 覺得說你現在到底在演哪一齣 我怎麼沒有拿到劇本 可是有的時候演很大 又可以為自己某一些好處 對 又好有壞啦 對 所以今天找到 應該都是隨時可以細菌上身的 對 我們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來 歡迎你們 有朋友的組合 不是朋友 這應該不是夫妻啦 不是 有朋友 朋友的組合 然後有這個母女 姐妹母女的組合 夫妻的組合 這個來幹嘛 這個是一個 醫師要來幫我們做一些測驗 對 可以從測驗當中知道我們在生活當中哪方面會演很大 對 所以我們就是節目一開始我們就要請邱醫師幫我們做一個小小的測驗 看到底就是哪一方面演很大 好 因為大家都細菌嘛 想說你們可能很會演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投射測驗 好 各位看一下這個圖 圖裡面有兩個女生 是 用你的直覺你覺得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是什麼 是A 家人 還是B 朋友 還是C 情敵 還是他們根本沒有關係是陌生人 直覺選喔 您是大細菁還是卓烈靈演呢 您直覺圖中的兩位女子是什麼關係 朋友 家人 情敵 還是陌生人 一張圖揭開內心世界 否則你在哪方面很愛演 又為什麼要演呢 好 從家人 如果你選的是家人的話 艾莎跟Mita 對 是我啊 我們來看 好 在什麼情況會演很大 好 價值觀 對 在地的是價值觀 對 就是對方的價值觀跟你衝突 例如說用錢的價值觀不一樣 教養小孩的價值觀不一樣 時間價值觀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演很大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個性當中就是比較沒有彈性 說難聽一點比較固執啦 會嗎 艾莎妳是嗎 沒有彈性 固執 我就是某一些方面是我的 最核心的部分 Mita也是這樣子是不是 我的固執是 就是比如說人家一直唸一直唸 然後不知道我很龜毛的話 然後我就會跟他嗆 或是說 你幹嘛要這樣 什麼的 看我多可憐 OK 好 來 再來就是朋友 好 沒了底的部分 如果我選擇朋友嗎 好 再一點 人際關係 這個很準耶 我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才會演 因為我在乎人際關係 有 他常常演 演成那個 演成什麼樣子 沒有 我就常常跟你講話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 你都說我是戲精這樣子 因為我的內在因子是比較感性 比較感性的 對 那選朋友的人呢 你最看重的不是金錢 不是工作的成就感 而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對 所以當這個人際關係 出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就很容易用很多的方法 包括演戲 來試圖挽回這個人際關係的和諧 有耶 他這個很準耶 就如果說一個關係 好像有點緊張 或是我先生在生我的氣的時候 我感覺我惹了他 我就裝可憐啊 裝可憐一定是 每一個太太必須要會的 可憐怎麼裝啊 我會裝不出可憐耶 可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近總覺得 帶小孩真的很難 我要負責他們兩個人的人生 我又怕我做不好 你會責備我 你們家是每天在演八點 不是啊 很有用 他就會可憐你 因為他有的時候很愛念我 我念念念念念念 他每一次念我 我就覺得他如果這樣念我 我如果跟他吵的話 那我們兩個不是就 來 吃喝 他可能要冷戰 你就要開始獨白 然後開始練起來 就他一開始念我 我自保的方式就是裝可憐 他就不好意思在念了 OK 很吃熱舞台劇啦 對 好 我們跳一個好了 我們先介紹陌生人 好 陌生人 好 選陌生人的人呢 當你被懷疑的時候 或者覺得不被信任的時候 你就會無所不用其極 包括演戲 被懷疑 對 畢非 漢哥還有資正 因為有些人不被信任 就他會覺得說算了 你不相信就算了 他也不會去解釋 但是有些人就會很想要解釋 就用很多的方法 想要讓對方相信他的說法 對 那根深蒂固就是因為 他心裡面可能對自己的自信 不是那麼的強 會 原來是這樣 會嗎 這也有道理 是這樣子 我是演員嘛 只要在演戲的時候 如果導演或者是劇組的人 不相信你 可能達不到這一場 可能你要演哭戲 可能要幹嘛的 就那種自卑感就會起來 就是這樣 還沒演就說這個戲 然後我就會 很挑戰喔 加油囉 盡量啦 對 反正六十分就好了啦 對 壓力很大耶 就很大 就硬要把它演出來要演好 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所以激將法對你可能是有用的 對 滿有用的 OK 所以對付自證就是用激將法 激將法 好 選擇情敵的也非常 就是我跟Ivy 對 選擇情敵的狀況 你會演的事情是任何事 全部 真的好准喔 我到底有在演嗎 有嗎 全部 我現在不應該 Oh my God 真的好准耶 你才是真的戲精 他無時無刻真的就是在演 對 我後來都分不清楚 我什麼時候在演 什麼時候不在演 對啊 我也覺得很懷念 我自己都無法分辨耶 誰是你 你是誰 你知道嗎 誰是我 對 那那個內在因子是為什麼 這個可能要同情他們一下 原因是因為他們成長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是被欺騙過的 有嗎 玉琳哥不是你騙我嗎 什麼 事後來 你有沒有想過我會騙人 就是因為我以前被騙 對 吃了很多的虧 我介紹我的女朋友 給我的小學同學認識 沒多久他們兩個在一起了 好傷心喔 背叛 而且 對啊 你說這種苦難中長大的人 我知道 所以你就是任何事在演 就是因為你怕人家知道 你內心深處的 真正的感受跟想法 對 這也是一種方法 保護色 很怕自己的內心世界被人家知道 或者讓人家知道我們的軟弱 所以要演成很堅強的樣子 是有可能 對 OK 這次是一個小小的測驗 就是觀眾朋友們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做一下 到節目最後我們請邱醫師 幫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測驗 你站哪一方面才應該演很大 剛剛我們有朋友啊 母女啊 夫妻 都互相控訴對方演很大 對 其實 怎麼樣 該不會就是你自己演很大 而且 該在什麼地方演很大 其實很多人自己還搞不清楚 對 因為有時候 在某一些關係上面 或者場合上面演是必要的 對 所以要通過這個簡單的測驗 好 來 讓你們知道 我們該在什麼地方來演很大 非常厲害 令人毛骨悚然的測驗 來 邱醫師 好 這個 你需要在哪個方面演很大 這個是我們的鄰國 日本經理學界做的一個研究 那其實它不用紙筆 也不用看圖 就是靠你的手就可以測出來了 簡單的肢體就可以了 對 因為它反應是 我們的內在跟外在的一個表現 那每個人需要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 請你把你的食指交握起來 是左手的大拇指在上面 還是右手大拇指在上面 然後再第二個動作是 兩個手臂交叉 告訴我 哪個手臂在上面 像你是右手臂在上面 好 所以它就是右右 日常的慣性動作 食指交握 雙手抱胸 兩個動作行為測驗 什麼樣的事 才會是您最該發揮演技的呢 好 我們現在看左左 就是Ivy跟那個Mita 在什麼地方也很大 作家式跟規劃事情上面 對 因為我們是媽媽 我們真的需要 對 那因為你們是屬於藝術家的個性 這個左左的人是藝術家的個性 他比較天馬行空 然後比較不擅長規劃 所以規劃是你們的弱項 你們就不要逞強 所以遇到規劃的時候就要演了 對 就是我不會 其實你不是不會 你是不太會 但又不想學 這個時候你就把不太會演成 我不會 比方說我們要去美國玩 Menadie你在美國長大 你幫我們規劃清澈 我不懂美國啊 你都玩得快 我們會 像我們如果親子 親子旅遊啊 我都是跟就是朋友 譬如說麗菲會說他安排 我說好 我跟 他說那你有什麼想 NO... 你安排什麼我就跟 我根本不想想 我也不想Google 我也不想打電話 很衰合 非常好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適合你的個性 對 然後老公叫你拖地 腰疼啊 你怎麼知道 他就說 你沒有看到有灰塵嗎 我說我沒有 他你眼睛這麼大怎麼看不到 我說那你看到 你為什麼不堅持 我剛剛點算好了 我沒看到 對 好 Ivy也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我覺得我很明顯 就是我覺得我做家事 是真的比較弱 清潔可以 可是如果今天 比如說衣服要收納 我的收納衣服 我覺得非常的弱 然後老公就非常的龜毛 每一件都穿得像鬥乾一樣 他就拿著一個衣服 然後就說 他教我們全家人 叫來一起教學摺衣服 他就說 你們全部都過來 然後我們就全部說 怎麼了 結果我們過來摺衣服 然後他就說 過來我教你們怎麼摺 然後上面 慢慢這樣摺 然後摺 然後再對著 然後說什麼 要這樣摺才會漂亮 然後上面鋪平 鋪完整喔 然後大小一定要一樣 因為這個摺衣服 我跟他吵過好幾次 我就說我好心幫你摺 他說你摺這樣子 不是我要的 你不如不要幫我摺 我說那你 我不會做 那你就自己做 以後衣服都給你摺 好 非常準 來 接下來 Yomita 漢哥還有麗菲 他們是左手指在上 但是右臂在上呢 這種人呢 你們需要在什麼地方也很大呢 工作方面 不是說你們工作不行 你們跟好相反 因為你們這個性格是屬於 就是摺上固執 然後比較容易在年輕的時候 事業有成 但是因為你們能力強 所以反而容易遭別人的嫉妒也好 所以你們要反過來 在工作方面呢 你們要放低姿態 就說這個不會你教我 這樣人緣才會好 這個貴人才會多 要不然你能力太好 人家會排行你 就比方說漢哥得了金鐘獎 然後人家說 你好棒 演技好棒 你看你都得獎了 然後漢哥 這沒什麼了不起 要演相反 好 老師那我現在這個年紀可以嗎 快五十歲還來得及嗎 現在演還來得及 可以嗎 對 漢哥一直在工作上面是不是這樣子 就覺得說 好像你 沒有很帥 不是 你能力很強 所以有時候工作上 我其實也是自己在 一直在突破自己的限制 我們這行就是這樣 要演角色 有的時候扮演角色就是為了要 你要發覺出自己 你才能去扮演那個角色 所以投入角色的時候 其實都是在 對自己的認識 能夠會更上一層的 你看他內心 就是 細膩 他的心路非常的複雜 所以他白天多說一點也是對的 因為 他的心跟腦子都很累 不是體力的勞動而已 心累也是一種累 很累 麗菲妳覺得呢 這準不準 其實我覺得還滿準的耶 因為我其實我覺得 我現在的工作是照顧小孩 對 對 我其實全職才是照顧 工作是照顧小孩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滿準的 OK 好 那Mita的部分 因為她也還沒開始工作 你看她上通告就很演了吧 對 OK 好 接下來 好 艾莎的部分 艾莎部分 右手指在上 左臂在上 好 哪方面也很大呢 吵架方面 什麼意思 就是其實這個類型的人 他們口才特別好 所以適合當演員 主持人 但是因為妳口才太好 每次吵架都贏妳就沒有朋友 所以妳反而應該 對 適合說 妳說的都對 妳說的都對 是我錯了 就這樣示弱一下 其實妳的人緣會更好 各方面發展會更好 妝弱 最後一個 來 就是我的部分跟 智政的部分 智政的部分 又又 那妳們其實是誤入歧途的 這什麼意思 妳們的個性 其實很適合當學者或官員 因為做事可能就是比較一板一眼的 對 但是因為很一板一眼 所以自己的主觀性太強 這個時候其實 有可能跟不同意見的人就會有衝突 所以當別人在主導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們就要說 好 你說的算 我都OK 其實是把自己的主見先藏起來 比如說今天去哪裡吃飯 那你可能想吃西山那說中餐 那就以主人的意思就好了 對 不要提出太多自己的意見 因為我滿受不了一件事情 別人在主導 我都會想盡辦法把它搞到 後來變成是我在主導 對啊 你是這樣子 可是你有的時候要演一下 對... 我現在改很多了啦 要不然以前他們約是哪裡 他們討論很久 然後到最後問我意見 我一定會整個翻盤 就改成我要去的地方 對... 主觀比較強 智政呢 對... 你根本沒在聽對不對 你以為快錄完了 你已經... 放空了 靈魂出竅了 你已經想說要去哪裡喝酒了 對 要喝巴卡可以得到什麼 牛舌肉的這樣子 明天又沒通告 但是這個眼 這個細菁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想成 這個眼很大或是細菁 它這個生活上面的一個技能 跟一個技巧 對 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技巧 但也不錯啦 如果是夫妻啊 親子啊 朋友 夫妻也能演去 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天天都有小劇場可以演的話 那其實也是滿有樂趣的 對啊 才精采啊 這樣子才好玩 要玩人生多發展 對啊 好吧 那你們就繼續演吧 我會 我演得很開心 我每天自搞自演自演 很開心 祝大家跟我一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